其实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前 很少人听过邦邦岛 这是一个新兴的度假岛 自由行呢 五天至少要四万块 这比起一般的沙巴团费 高出了近一倍 但是治安却和费用成反比 属于三不管地带 尤其岛上没有住景 让海盗猖獗 那么经历过绑架生死教官的 大马商人也说 在这里呢 绑架是一门生意 也建议台湾目前唯一 并且应该要做的 是持续用旅游警示的方式 让沙巴旅游界迫使他们的政府 证实这里治安的问题